名字 início 大老师也是为社会做空线 我现在也是在卫社会做空线 这有什么区别了 本来这一家工作十几年了,忙不过来的话就自己出来了。 那现在做这一行的话,是不是比在学校里做,挣钱要多一些了? 钱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赚了少,不在赚,现在赚了少。 你看哪个也花点空间了。 我将来二十五年书呢,没人会理会我。 我就是一粒沙子,一粒水。 比如说拍电影看,一个多月呢,每天都要人来采访。 那我的家子在哪里?是不是这里更有家子? 多大别人的珍重啊,别人的重视啊。 现在的学生也不太要读书。 一个教室里面是五十个学生,可能就是五十个学生在那里听的。 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他都往手机睡觉。 说白了就是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他根本就不认可你。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认可你,你说有意义呢。 我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人还都感谢我。 那多有意义啊。 你一转行之前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啊? 你说没有,蛮是假的。 但是也谈不上激烈,我根本就不会后悔。 是去年七月份搬过来的,因为我自己是从零开始装修,就是相对来讲我的快递到这边会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我跟老板算是比较熟的那种,就是他已经能认出我。 然后甚至说每次可以帮我快递都解装一起。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一些体贴吧。 对外地的一个归属感,我觉得他人还非常好。 我说知道他副交收担这个很尽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